大家好,我是黄冠家族的搭档 我是A,我是K,我们是AK二人专 我们这个圣诞事就知道圣诞节要临近了 我们在公司楼下,再准备出差去 One Club Junction附近带大家转一转周边生活 我们就出差吧,走啦 现在我们艾士迪就在沃克英特价的门口 我们现在就从沃克出发去往One Club Junction 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逍遥多长时间 我们现在打开计时器 我来按开始 好 OK,出发吧 GoGo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One Club Junction 然后刚刚从火车站出来 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8分46分 也就是说从沃特路到我们One Club Junction 只需要8分钟的时间 今天我和Ashley同学其实是回到了One Club Junction这个周围 因为我们之前在这里拍过一个非常精美的周边区域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女主角是谁呢 当然就是我啦 当然啦 我们的那个精彩的介绍Presentation 是由我们秀秀姐来做的 希望大家可以去观看一下 我们注意安全 注意交通玩笑 还有先做合作几次吧 还是这样 不太一次性的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牌子 就是我们的项目One Club Junction的所在地了 这一片的老楼现在正在拆迁 等拆迁之后 这一片区域就会建立起我们的项目新盘 现在One Club Junction的交房时间是2025年到2026年 我们大家敬请期待哦 One Club Junction的中文名叫做万博会 这个楼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性价比极高 是一个通勤盘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通勤盘 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项目离火车站非常的近 从火车站出来 步行一分钟就可以回到家 而且我们刚刚也计算过 从这里的火车站到waterloo 只需要8分钟的时间 所以通勤出行十分方便 那么从价格性价比的角度来讲 One Club Junction的Studio起价为48万 一居室起价为57万 两居室起价为72万 那么这个项目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其实这个项目非常的百搭 诶 怎么说 不好意思 首先因为通勤条件十分的便利 所以像我和SJ同学这样的上班族 非常适合这里 真的吗 那你给我买一套好不好 性价比就很高了 自己努力 赚钱 是可以负担的起的 哇 这里其实呢 两房和三房 有很多都是当地的家庭购买来自住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学区也非常的好 从基础教育来看的话 这里的学区有非常著名的 夏洛特小公主和乔治小王子 所就读的Thomas Botsey 哇 学校就在这个区域范围内 然后还有Eaton House啊 Newton Prep都在这里 然后孩子长大一点呢 去往各个高校大学也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们说它价格性价比很高 同时在租赁市场上也非常的受欢迎 租赁需求量很大 投资回报率高 所以想要投资的买家 也可以格外的关注这里 会满足您投资的目的 One Conjunction这个项目呢 其实就位于繁华的高阶之上 但是我们处在一个闹钟取静的位置 可以说繁华和宁静可以一秒切换 嗯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周边 好嫩啊 女主角 这里我可熟了 对呀 你说 你说 好 身后有一个卖披萨的小摊 闻起来好香啊 好香 然后我们又路过了甜品店 面包店 你先 Thank you 哈哈哈 没办法 很有眼光 哎呦 现在就路过了Vitros 哦 是耶 18 总而言之呢 这里就是银行 超市 商店 购物广场等等 一应俱全 应有尽有啊 应有尽有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生活社区 在这里生活会感到舒适 方便 让人羡慕 让人羡慕 叫人羡慕 我要说不多 我只想要一个一句实 一句实 一句实 一句实多少天来家 一句实 这一段如果我答不上来 让秀姨姐看到 我就会被fire掉 但是我能答得上来 因为一句实 57 万起价 所以可以给我买一套吗 I can't promise you I can't promise you I can't promise you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里 银行商超义应俱全 除此之外 如果你像我和Ashley同学一样 我爱做饭 但是还爱喝酒 别瞎说 这里呢 也有很多的餐厅 咖啡馆和酒吧 你身后就有在看起来很local的哦 对呀 有很多很local的小店 大家可以来探索品尝 就得适合和朋友一起周末 下班小聚 或者可以自己来填饱肚子哦 然后这里就是秀姨姐 最喜欢的whole foods啦 给一个特写 哇 我可容真是秋冬送我改美女呢 这段路进去了啊 能给我剪进去吗 我能给一下留 让评论器也这样说一下 大冬天呐出来拍续片 评论器有没有人夸一夸你 就是这样好看呀 我和Ashley同学坐公交车 不到10分钟来到了 Compom Common 一个大大的绿地公园 其实走路也可以走过来 但是今天有点小冷 咱们就偷个懒 偷个懒坐坐公交车 体会一下英式闲暇生活 可不吗 这里占地200英亩 是一个超大的绿地公园 也是伦敦二区内第四大绿地公园 在这里呢 就一个很宝藏的公园嘛 在这里大家可以做做户外活动啊 你看看这边有 没有人在遛小狗 遛狗 它一个人有三只狗 你就说羡慕羡慕吧 咱俩一个人抱一只 给它胜一只 正好 抓下去跑 可以遛狗呀 然后可以带孩子过来散散步 周末 上次我们来拍视频的时候 我还在这里骑了自行车 我和HV同学已经带着大家 再去周边逛了一大圈了 其实在Clump & Common公园附近 也有不少的餐厅和咖啡店 我和HV同学打算去喝一杯 暖暖的热巧克力 就从这里回公司啦 那么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